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了一段话 那因为你知道说的记者重兵集结在立法院 那在开议之前 他刻意的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比较细的部分 比较巴的部分 我们后面再来 因为我们要先开放口音 但是我们今天意见调查题目是啥呢 就是管碧玲他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将来金门地检署针对金门事件的这个 侦查结果 你相信吗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意见调查 这个相信 不相信 或者不知道别问我 你想投什么都就投什么了 那你想跟我对着干 你就是要投我心里 我沉某人心里颠倒的那个答案 我就是要把你回答给你看 fine that's fine it's ok 你想投什么就投什么 因为这是意见调查 他不是真正的选举投票 你想投啥就投啥 来 这个立马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022363995来 这给我第二标 陈院长那一张 这个陆配 因为这种题目就在台湾就是那种 环拉会 这个一点然 那个情绪就起来了 六年变四年 那陈院长今天直接呛说 没有规划 陈建仁就告诉你 我们没有 我是行政权 你立法院修改那个法条 是怎样执行在我 修法在你 执行在我 他直接告诉你 这个没有规划 这个 没关系 因为这个520之后 不晓得 这个 赖清德总统会任命谁当行政院长 来第三标 蓝白如果联手提案 那会不会民进党 绿就行使抵抗权 就我刚刚讲的 你修你的法 我就是不执行 来我们来接coe 来这个后面的题目比较多 我们今天就接到6点20分 我们看我们能够几位朋友上线 来你好你好 陈你好 是您住哪 贵姓你好 我谈谈姓陈 陈建森 好来请讲来 那个 投国民党 侯友宜 然后那个 立委王旭叫什么名字 陈以信 讲起来 陈以信 对 然后 检讨 政党票呢 政党票国民党 好来请讲来 然后我是觉得 很失望 就是国民党没办法 取得总统 的位置 但是 虽然投了你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 我会觉得他不应该当 因为 国家认同 你现在是怎么 你不喜欢他 你还投他 是说 柯P跟赖清德 你更讨厌就对了 可以这样讲 可是赖清德当过台南市长 我第一次投他 第二次我就没有投他 他第一次选市长之后 你有投他 对 然后我是觉得 一个国家被 你刚刚说 你讨厌侯友宜 还是投下去 你是什么心态 讲一下 什么心态 我是特务军工教 我是特务军人 所以基本上 还是得支持 这跟赖有什么关系 不能讲 所以有关系 我在讲 我特务军人 我本来就是会这样子 还是会投给他们 你现在是在帮自己 找借口就对了 因为我是退伍军人 所以国民党 推个西瓜 东瓜 什么瓜出来 我就投国民党就对了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样讲 因为 因为上次马一九 先谈 讲这个离题了 因为我想说的是 国民党没办法去 认同这个国家 推出来的候选人 虽然我还是投他了 但是 我觉得他应该要认同 中华民国这个东西 才能够成为一个 所谓的 真正 真的打倒民进党的 一个方案 而不是去找南白河 那个真的是很可笑的事情 那你 你现在 这个国民党候选人 跟你的期待不符合 你还投他 我现在是在检讨你 你有没有听清楚 我懂啊 我懂啊 所以你 郭文兄 你讲这样 你管我 我就是要投国民党 那下次国民党再推一个人 算 你还是投国民党啊 因为你说你是退伍军人啊 就是下一次国民党如果推一个类似侯友宜这种 国家认同跟你不一样的 你还是含泪还会投给他 应该说不会了啦 这是最后一次的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就是 陈先生 我不相信你 再见 我不相信 我觉得你到最后 我是退伍军人 国民党提名的 我还是要 没有 我不会这样子啦 我不会这样子 因为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投给理政会啊 好 陈先生 你要什么要讲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 民进党他没有办法 打倒民进党唯一方法是回头去认同 叫做92公司这个东西 但是92公司是马英九这个人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戳破民进党的谎言 谁 因为 谁戳破民进党的谎言 马英九 我希望国民党 我希望国民党能够戳破 马英九现在已经被 所有人 被讲成这样子啊 骂到一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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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啊 国民党 国民党这么多人 谁啊 只要是国民党 就是没有 陈先生再见 再见 再见 因为 我不晓得你 到底在想什么 你不喜欢何柔宜 但是你还是投给他 这我要代替何柔宜 感谢你 还是 你觉得何柔宜的国家认同有问题 你还是投他 不是这样子吗 你三票都投国民党呢 到底是 你要检讨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检讨你 你觉得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看没 看没跟他 你也是投给他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你好你好 这种的就不用打了啦 你连上线都不敢 你是 你是比较拜托 比较勇敢一下 你好你好 严留 林森殿好 来来来 你好你好 喂你好 我姓洪 台北 孟先生为什么声音这么熟啊 好几年没打了 好几年 我怎么觉得你 对 我亮票 我投侯友谊 投国民党 不过我投侯汉庭 好 来 要怪国民党 党主席 一意孤行啊 九 九合一选举之后 他就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不可 拖到不能再拖了 才选 侯友谊 你乱讲 他五月十七就征召他的 那多晚 他应该去年就让他们有准备啦 去年 去年就是去年没有错 前年啦 前年 前年县市长还没选完就准备啊 不是啊 对啦 你是在说 应该是去年啦 去年 应该早一点啦 你先把你的语言组织好再扣印进来好不好 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要讲就是说侯友谊其实真的不够 很多方面都不够格 我举一个例子 他 证件发表的时候 你看 都会讲台语的 赖清德 还有科匹 都讲国语啊 很少讲台语啊 那就是侯友谊一直 一直讲台语 他说国语就没认证你呢 但是你要向谁讲见证 你要跟年轻人讲见证啊 年轻人都听不懂台语啊 政见啊 不是见证啊 政见啊 对 两个字你也能颠倒 对 对了 我讲习惯讲见证 见证哦 对 基督徒啦 基督徒都说见证 抱歉 这我真的不知道 抱歉抱歉 对 那你 你根本没有分清楚 你的选民 你要去争取 洪先生等一下 你现在在批评侯友谊 可是你投侯友谊呢 没办法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我可以批评你吗 啊 可以啊 那你是什么心态 去跟大家讲一下 我当然是希望 国民党能够 能够上台啊 你已经 确定这个候选人 不是你心目中的 那个候选人 你还是跑去投给他呢 但是他比赖清德 比柯P 我认为还是比他们 有可取的地方啊 就是他的整个党 你这样是在支持国民党 还是在害国民党 啊 真的没办法啦 三选一嘛 你总要选一个 那你弃权 反而 反而你就丧失 你自己 自己 洪先生 侯友谊就是拿到这些票 觉得他没有输很多啊 韩国瑜输200多万 我才输90万而已啊 对啦 从这个角度说也对啦 那你投侯汉廷是啥意思 侯汉廷他不是国民党拿名呢 对啦 但是我发现 这个年轻人 他有 我发现他有何取之处啦 所以但是我发现 确实啦 也投错了啦 投错什么意思 就是 侯汉廷的票价张诗刚是迎无事 对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 那宏先生你要不要先自我检讨一下 对 我也要检讨国民党 希望国民党能够选一个 我在检讨你让你检讨国民党 你不是要我们 多来 再见啦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样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去 你们两个 接的两位都是对侯汉廷不满的 但是你们还是 马上检讨一下 还是跑去投侯汉廷啊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们在投票之前 就知道侯汉廷他不是一个 四任的总统候选人 国家认同的问题 你也是回侯汉廷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因为三个人里面一定要选出一个 不想投柯文哲 也不想投戴清德 你还是跑去投侯汉廷啊 对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没有办法用民调 或是什么去查 就是说 譬如说 我们之前结婚 有很多人说 我是看赵少康当副总统 我跑去投侯汉廷的 我说 因为赵少康而投侯汉廷的 或者含泪去投侯汉廷的 到底有多少票 侯汉廷拿的33%多的选票 有几%是这一种的 那他拿的33% 应该是400多万票里面 有多少人是 我很欣赏侯友宜 我真的爱他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 适任的总统 因为这样我去投他的 这样子 他拿了400多万票 拿了33%的得票率里面 有几%是这样的票 有几%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台南的陈先生 台北的红先生这一种的 就是 我就不想投给他 可是我又不想看到赖清德跟柯P 就是 我跟妳讲 我猜徐美瑞跟建宗也是这种心态 他们两个叉叉也跑去投票 每天在聊天是 霍远哥讲的对 霍远哥我太支持你的 对对对对 然后投票当天 我没去投 然后他们两个跑去投票 这个两个到宁古塔去好了 好不好 圣经将军管辖 霍迪文餐 我是陈辉文 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 管碧琳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你相信将来金门第延署的侦查结果吗 请你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你相信 或者不相信 或者不知道别问我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 这个 这个意见调查投票 这个是 投起莫及的 这个不是真正的民调 也不是真正选举的投票 是你对台湾司法的理解 跟你的概念 你觉得 最后检察官侦查的结果 你会相信吗 他现在还没有公布啊 好 但是我待会分析给大家听 来来来 还有还有线上 还有同学要那个要call in吗 那个闹场的朋友 就不必自取其辱了 因为我不会让你发言的 每个都打来闹 我都让他讲 那还得了 那大家都还闹就好了 好不好 真正想call in的朋友 我再开放一下 022363995 败选检讨会 这个call in 你觉得你对这个选举的结果 才四年才投一次啊 1月13号投票 今天才3月1号 还隔不到两个月啊 来来来 你好 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是您住哪 贵心你好 我是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 来请亮票来 那个侯友宜 然后罗志强 好 国民党 好 来请讲来 这个 这个就是 侯友宜哦 他那个你 像那个 新北的 温仔俊 几任市长都没拆掉过 虽然侯友宜 我也是不喜欢他 觉得他 历练不够 但是因为民进党 做的太烂了啊 你看看 一千块可以标 五点七亿的鸡蛋 十亿可以标 十万块可以标 十亿的工程 这是什么政府啊 你叫百姓怎么 对这个政府 能够 能够信任呢 所以大家是因为 民进党做的太烂 所以票不能不投给侯友宜 然后科皮就出来乱 好了 这个好了 现在总统 还是 民进党拿去了 大家就继续受苦了 对不对 民进党做的不好 为什么国民党选不赢呢 选不赢就是 这些政治人物 政论家里 整天在那边侯友宜 你怎么不去看温仔俊 那个地方 猜得干干净进去 有多少是 县市长都说要猜 都没有猜了 就像科皮 科皮讲说 社子岛要猜 要干嘛 讲完之后有猜吗 对 王贤 何伟宜选不赢是 名嘴的错 选不赢 大家 这些政论家 都有问题 你们整天在骂 他整天骂 你有不去检讨民进党的 检讨执政党才对啊 为什么一千块 可以标五点七亿的鸡蛋 刚刚讲过 为什么十万块可以标光电工程十亿 这个东西 王贤 谢谢你 这个东西 要去检讨执政党才对 所以你是在检讨民进党 就是民进党 赖清德 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啊 对啊 民进党赖清德 我们当然要去检讨执政党做的不好啊 你现在在野党还能够 在野党还能够 你要这样子 嚷嚷叫 你就继续嚷嚷叫 你这样子帮不了国民党了 有些谈话性节目就是 开头就是民进党叉叉 民进党圈圈 骂一个小时的民进党 有些听了就很带劲啊 有人节目是这样做的 节目一开始就是骂民进党 不管什么事情就是民进党都是错的 民进党啪啪啪啪 一直骂骂骂 然后听着 对对民进党好烂好烂好烂 明天见 这种节目我也会做啊 这节目还不好做吗 那问题是 王先生一直骂民进党 有办法解决问题吗 民进党做的很烂 还要你告诉我 那国民党选不赢啊 你这是第一个检讨 我叫你 你败选检讨 因为你一直在骂民进党 这样子 这样子 你这样再骂他去 国民党还是没办法执政啊 你要去面对这国民党 我民进党做的很烂 我当然知道 我也觉得蔡总统没什么政绩啊 可是赖清德一四十%就都算了 我跟你讲 侯友宜输赖清德九十万 柯文哲输 侯友宜九十万 大概啦 大概的数字 这个九十万 我抓个大概的数字这样 我觉得国民党赢 柯文哲赢九十万 就是33%跟26% 7%的得票率 我觉得赢的有点少 来来来来 你好你好 这个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是不晓得 这位听众朋友是怎样 就是只要是街上 就把他挂掉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所以我也不是在骂你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从我们以前开空以来 就一直有这种人这样子 就一直打 022363995 陈慧文一按档 我就把他挂掉 耶 我都不晓得要跟你讲什么 来来来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慧文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新北中和 我现在开始量票 侯友宜张志伦国民党 大哥您贵姓啊 是是是 新北中和林先生 林先生 那我要再重复量票一次吗 不用 那个侯友宜的原因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跟前面有点类似相同 就是其实柯文哲跟 耐清德跟侯友宜 他们三位都是 那个直辖市市长 那我们在我这边看起来是认为 柯文哲做的 柯文哲跟那个赖清德做的没有比 那个侯友宜好 所以说我们投侯友宜 那另外一点就是 你在中和 你在中和 是啊是啊 所以新北市 赖清德在台南做什么 你也知道 对啊当然啊 因为其实这段节目 或者各种情况 其实我们都会关注 没关系 因为林先生 你是投侯友宜 那我们正面表述 那侯友宜在中和做的什么 中和基本上 就是说 就像前一位讲的 他那个在温仔郡 这边做的 温仔郡在中和吗 没有没有 不是 我问你他在中和做什么 你跟我讲温仔郡 你蛮好的 他在中和做的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吗 他在中和做的什么 可以告诉我 中和人很多 我们基本上 我们在看侯友宜 我们是看他 在整个新北市市长 做的这个 你是宏观来看 不是只看中和就对了 对对 因为其实他不可能 我问你 他在中和做什么 你讲不出来 对我讲不出来 对对对 但是我们宏观看 除了温仔郡 还有什么 就是说他在那个 我之前有点忘记 就是说他好像是那个 就是照顾年长的这个 评比好像是 全台的分数是非常的高 所以你说 从直辖市长的表现 侯友宜是赢科批 侯友宜是赢奈清德 所以你偷侯友宜 可是林先生 我们在选的是总统 我们不是在选市长 就是我们在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 针对某些角度 去评论这个候选人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 一个表现很好的市长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吗 不见得 但是我们看很多的点 有些点才会比较好 今天我们绕回来讲说 那你三票都投国民党 那国民党为什么选不赢 国民党选不赢 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就是说 之前都是两党竞争 这次民众党出来 虽然说看起来是 他分了民进党的票蛮多的 但其实他也影响了蛮多的 国民党的人 原本投国民党的人 他们这一次因为 他们想说给 就是说已经讨厌国民党了嘛 所以他们投去给民众党 这样的人也是蛮多的 所以国民党选不上是民众党害的 不完全 因为国民党自己 他们自己做的其实也是没有非常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选举过程当中 纷纷劳劳太多 造成投国民党的 本来想要投国民党的人 不管是想要给他们教训 或者说 想说给别的党试试看 因为我这样问比较抱歉 你以前有投过民进党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你都是投国民党就对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民进党 张志伦你爸爸 张庆宗 有啊 有盖过 他爸以前也在中和选立委啊 对 所以林先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 因为你是国民党 忠贞的支持者 你从来没有投过民进党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国民党要怎么样能够 重返执政呢 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 必须要把他们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 让那个大部分讨厌 年轻人或者说一些年长的人 讨厌 不是 应该是说现代的人 他们 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定义 跟台湾的定义 不能再 苛就于 成科于以前的那种 很老派的想法 我个人认为九州公司其实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 九州公司这个名称已经被污名化 那既然是污名化的话 我们要另外一种方式 能够让现在的人 能够他们更了解到说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 跟台湾的一个真正的名称定义的状态 而不是被民进党认为说 操作一个台湾 一个操作台湾 操作中华民国 那会让所有人都认为说 国民党你就是轻松啊 那浅贡啊 一直用这样的名称打下去 国民党以后再怎么选 永远都不会赢 你讲的我实在是听不是很懂 你说你支持九州公司 但是这个九州公司又不能用了 这到底是要怎么办呢 名称跟定义的方式改变 就是说你要试着去解释 同样的解释的内容 但是不一定要一直 因为九州公司已经被污名化了 像这次侯友也选举 他说一个 就是宪法之下的九州公司 其实不喜欢九州公司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宪法 宪法底下什么底下 他们听到这个名称 基本上就已经讨厌 这样的方式 认为你就轻忠填共 认为就是说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 配合对岸的想法什么等等 其实我40岁了 我40岁 那我周围很多年纪接近的人 都投民众党 谢谢你的call in 谢谢 谢谢你 你解释了半天 我也不太 因为林先生是这样 就说九州公司被污名化 九州公司也被柯文哲污名化 柯文哲说 九州公司是下跪投降 所以我不晓得 国民党要跟柯文哲合作的人 是在想什么 你也下跪投降 九州公司被污名化是真的 就因为他被污名化 我们就不要他吗 那污名化他的人不就成功了吗 像自由时报 每天在那里塞人 国民党就是输在九二公司 你看到贵了 那韩国瑜击败陈其脉不是讲九二公司吗 马英九选两次总统也在讲九二公司 那马英九为什么选得赢 韩国瑜在高雄为什么选得赢陈其脉 陈其脉是故意问他 因为韩国瑜那时候讲说 我当高雄市长 我高雄的观光客一年五百万 你知道我们2023年全台湾的观光客多少人吗 2023年 全部才六百多万 你也可以讲说是疫情的关系 你也可以说是陆客不来什么的 乱七八糟 反正一整年就六百多万 韩国瑜当年选高雄市长说 我一年的目标是五百万 陈其脉就会赢 陈其脉赢 我们高雄怎么可能有五百万的观光客 五百万的观光客哪里来 是不是就是陆客什么的 韩国瑜就有观光客 说我选高雄市长 我本来不想讲意识形态的东西 但是既然陈其脉你问了 我就告诉你 他就讲 讲的他一样当选 这到底跟九二公司有什么 国民党是输在九二公司吗 还是说九二公司被污名化了 我们就不要九二公司 我们改名叫九五公司 九五汽油 九二汽油 我们改九五公司好了 那讲什么呢 那九二公司被民进党 三明治刻意的污名化之后 国民党谁去捍卫他 朱立伦 侯友宜 一个是党主席 一个是总统候选人 谁去捍卫他 把九二公司讲的透彻的是赵少康 九二公司讲到底就是一个中国 你不承认一个中国 那是几个中国 所以林先你后面讲 那个我也听不太懂 在 后一开始讲的 在中华民国宪法下面的九二公司 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说你都投 你讲九二公司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可能你词不达意 没有关系 也谢谢你的捧场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被污名化了 我们就不要他 像柯文哲之前就瞎掰说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九六公司 因为我们1996年开始 全民直选总统 九六公司 这是不是名称的问题 你要把它改成西瓜共事 也没关系 问题是说 你要用什么对话基础 跟大陆跟北京坐下来谈 关键在这里 不是名称的问题 是概念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宪法 你不要的 中华民国宪法 你看到你就倒门 就像赖清德也好 那个线上朋友 我们不接call in了 别忘了再打了 谢谢 我把后面几分钟 把他讲完 赖清德 独派的人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宪法有问题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 是在大陆制定的 这个宪法有问题 这个宪法不适合台湾 他不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当年中华民国 有36个省 台湾就是其中一个省而已 三十六分之一 而且以这个土地面积 来讲可能还不是三十六分之一 因为我们台湾的土地面积很小 才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 大陆土地那么大 但是我们是一个省 台湾省 中华民国 三十六个省台湾是其中之一 所以赖清德独派 像高嘉宇之流的说 这个宪法不合时宜 是在大陆制定的 在中国制定的 不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 讲得正正有词 所以他们一直要把这个宪法 把它处理掉 非考试院 非监察院 全世界没有五权分立的 这个宪法是在中国制定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讲得好啊 可是像赖清德 高嘉宇 很可悲的是什么 中华民国也是在大陆建立的 说到你们这儿不成竟然 我真的是很懒得干扣你们 中华民国是在大陆建立的 你不知道吗 武昌起义啊 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啊 你疯了吗 你以为在台北啊 你是有讨厌还是没讨厌 你说中华民国的宪法 在大陆制定的 所以不合时宜 中华民国也是在大陆成立的 那中华民国宪法有问题 那中华民国也有问题啊 也难怪赖清德会说 中华民国是灾难 中华民国宪法还是灾难 那中华民国是灾难 你还选中华民国总统 真是委屈你了 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然后人家批评九二共识 你也去对人赢啊 九二共识被污名化 九二共识怎么样什么的 到底国民党2016输 2020输 2020输 一起输地九二共识吗 那你不要九二共识 你要什么呢 永远都不要跟大陆谈 永远屁股对着他 永远跟他对着干 抗中保台 逢中必反啊 然后每天期待美国给你关爱的眼神 美国卖你一些破铜烂铁 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 不要九二共识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 那个林先生 你40岁我50几了 理论上应该是我比你先走一步 没关系的 就是不要九二共识 那我就看你们国民党能够想出个什么玩意 我再度的批评侯友宜跟他那些两岸幕僚 你们是祸国殃民啊 我为什么不希望金门事件落幕 就是你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是应该把两岸东西把它讲清楚的 是应该一个统独大辩论的 结果你们确战 现在金门事件 两个大陆渔民死了 然后卡在那里啊 侯友宜跟他的幕僚 浪费了四年一次的机会啊 输赢是一回事啊 来我们进广告来 我是陈辉文 我们今天有一件调查 在头到50分 你相信台湾的司法侦查结果吗 好不好 这个请大家参加一件调查 来阿世给我这个 那个管碧琳的标 那个影片我们准备要播了 各天每月间礼拜五 然后这个这两天特别冷 台北不知道冷的这个 我怎么觉得比过年前还冷 没有关系啊 大家注意保暖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败选监导会 我们下礼拜继续开 那借由大家call in进来的 我没有要 要judge大家的意思 不是说我来给大家call in 评分或什么不是那个意思 请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call in 我们节目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我有感而发的是啥 就是呢 我认为大选的检讨会应该是检讨 国民党民进党或是民众党 应该是 因为他们三个主要政党 有推总统候选人 应该是检讨他们 现在立法院也只有 他们三个党有立委 应该是检讨他们三个党才对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但很悲哀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打来闹场的那些 或者聊天室鬼哄鬼叫那些 我叫他们检讨三大党 他们不检讨 他们检讨我 很像是我一个人 造成了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那刚刚中和林先生讲的 那个九二公司 那个我是觉得说 中和林先生 我不是批评你 我是觉得你讲九二公司被污名化 我感触很多 好不好 谢谢你的call in 这个刚call in的四位朋友 我都非常感谢 我们下礼拜再开 好不好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 这准备好了吗 我们在立法院 这个管毕临的一段话 请大家看画面 我们待会有分割的图给大家看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来 我们希望一切朝正面的方向来发展 我要去先到好不好 因为国财办说你即为冷血 你看看我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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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烫 有点道歉 对吧 有点道歉 因为他们说 我真的知道了 可是他们说 雷达航基图 还有四分钟 这个部分都在检察官的手中 大家放心 资料全部在检察官的手中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谢谢我 那海学员到底有没有休息 这你倒带一下 这么这么巴勒的事情不能直播一遍 我知道聊天室一定有很多 这个 叉叉说 哎好恶心啊 哎看好不舒服啊 是啊 有些人会觉得很恶心 有人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知道啊 所以我要再播一次啊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希望一切朝正面的方向来发展啊 我要去宣布好不好 因为国财法说你极为能识 你看看我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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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那个一左一右 这个分割画面让你看嘛 管碧玲是用他的手去摸那个男记者的脸 好 那我解释一下这个拍带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这种职业病的 我有去看拍带 从管碧玲进立法院 在你看到的画面之外 这一个中天的记者就一直追着他 好 那这个中天记者用的就是死缠烂打的方法 就是要激怒你啊 像之前赖品语 被他弄到key mobile 那这种采访方法 我是非常不认同 好 因为我也被类似的方法骚扰过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方法很不入流 我觉得是一直堵麦一直堵麦 冲到你去生地这样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我不赞成这样的采访方法 好 没关系 那管碧玲呢 他不是一定要受访 管碧玲在立法院外被这个记者追 他就问他一样的问题 郭代判说你人血 你有什么回应什么的 他这问题他已经一直重复很多遍了 管碧玲走进了这个院会的议场外 他要准备进去之前 他看到了记者越多 因为本来是一个记者追着他嘛 一堆记者在那边 所以他故意在这么多媒体面前要讲话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管碧玲是讲给你听 这样理解吗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不是安排好的set 你去看那个拍戴 因为我没有剪那么长 因为中间他废话很多 我也懒得剪 管碧玲是说他讲一句话就好 因为今天是第11次的协商 他希望协商能够顺利 那他废话讲完之后 这个中天的记者又气而不捨问他 国大办说你能写 主委你能写吗 他就动 他说你看看我的体温 他就动手去摸人家的脸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恶心的画面 这样大家理解吗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就是管碧玲是故意的 这些记者 你们都不是管碧玲的对手 管碧玲在政坛打滚几年 一条纲 我就是故意要讲这个 你所有人写 我就故意摸你的脸 一条纲 真正了解管碧玲的 这管碧玲 你这样子不是会被人家讲性骚扰什么的吗 这样子不是故意在讲那些 他就是故意的 管碧玲这是什么 那这个 阿智给我第二标 国民党也没什么好讲的 国民党性骚扰 有罪的都在当招伟 所以国民党今天有几个叉叉 名字我就不念了 出来骂管碧玲心骚扰 国民党你们有什么资格讲管碧玲心骚扰 国民党今天闭嘴 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国民党针对你自己的黑金 针对你自己me too的部分 国民党不处理 那阿智给我一左一右第三标 先是管碧玲还有那个 你昨天做的那个封面 这个管碧玲说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为什么管碧玲会这样子讲 他决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没事啊 台湾的司法是值得信任的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这怎么那些 我不晓得大陆那些谈判的 那些代表是到底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管碧玲一定告诉你台湾的司法 因为你最后的认定 不是大陆认定 是我们这边的金门地检署认定 那你看阿智昨天做的那个封面里面 那个是谁 那个就是检查总长跟 绿色的那个邢泰招是 现在的检查总长 他旁边那个是现在的金门地检署检查长 是检查界39期 第一个派检查长的 也就是说他是明日之星啊 他在他们39期的同学里面 他是第一个外派检查长的 他等于是赢在起跑点啊 他的八卦我没时间讲 因为49分了 我没时间讲他的八卦 但是我是觉得可惜啦 下礼拜我们有时间再来谈 这个周检查长的八卦 不是那种三色星的八卦 但是你看其他节目 不会有人讲给你听的啦 你只有听这台 我才会讲的啦 那你看 就说管碧玲这样子讲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新生 就说我认为就是管碧玲 就是民进党蔡政府 戴清德已经定调了 结果是什么 来换那个昨天海巡署那张 昨天行政院院会后的记者会 海巡署的代表公开的讲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的疏失 我们没有要道歉啊 这书面道歉你中邪喔 没有要道歉啊 你不要看中国时报随便乱写 谁跟你说我要道歉的 昨天不是讲了吗 我们是依法执行勤务啊 我们没有同仁有疏失责任啊 你要办我过失致死 你吃点败的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啊 那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问题嘛 谁来认定有没有嘛 是金门地检署认定啊 你名嘴认定 媒体认定不算数 是金门地检署认定 有没有过失致死吗 那管碧玲都跟你讲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啊 海巡署的代表金告诉你说 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我们连书面道歉都没人啊 这样大陆的朋友有听懂吗 你叫我书面道歉门都没有啊 我就没有疏失 我就没有责任 我是依法执行勤务我道什么歉啊 给你几百万人民币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一个人一百一百四十几万嘛 对不对 就给你钱啊 给你服慰金啊 来来来 谢谢阿滋 金门事件侦办中 管碧玲声称啊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请问 你相信将来检方的侦查结果吗 谢谢九百九十六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一天教堂 不知道别问了我的六趴 我讨论这个题目讨论这么久了 你不知道别问你那你来干嘛呢 你来捧我的场 会不会你这个人很少 我来给你詹详一下 你根本不想融入这个题目 你就不要来了啦 你有看过这种主持人吗 这感人的 我讨论这个题目讨论那么久了 我在问你台湾的司法值得信任吗 你会相信检察官将来的侦查结果吗 你给我选说不知道别问我 那你来干嘛 你来这交朋友的吗 没关系啦 也谢谢啦 你对这题目没兴趣 你来来听我的节目 到底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的 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这题目我谈多久啦 我实在是 相信 你相信将来检方侦查结果的有11% 11% 这11%的朋友 我也不晓得他讲什么 那你相信就相信啦 来来给我最后一标 时间关系来 给我那一左一右那个 相信的朋友 我就用这个故事来打脸你啦 好不好 最后一标啦 2016的陆克火烧车 这照片我就 示意图挑一张就好了 这个是大陆家属的永远的痛 24名大陆的游客 就坐在游览车上面了 7月19发生火烧车 24名陆克全部都死亡 死在游览车上面 没有一个人逃得出来 7月19那天就知道是纵火了 因为我简单讲 什么叫做标准作业程序 就是科匹挂在嘴边的SOP 海巡署的SOP是什么 就是一看到有大陆的渔船越界 马上就开始露营 马上就开始搜证 这个叫SOP 所以海巡署是 我认为他是有搜证 他是不把录影带拿出来的 因为当时他的SOP嘛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火烧车 在台湾 所有的车祸 不管有没有人伤亡 一定要久撤 只要是车祸就要久撤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警察很无聊 久撤可以当业绩啊 你知道吗 抓一个久撤两支加奖啊 不然你以为三更半夜他们在抓久撤干嘛 抓一个久撤两支加奖 你知道办一个窃盗案才一个加奖 你嘛好了 我当时就要抓久撤啊 我这样讲给你听嘛 台湾的交通事故 不管有没有任何的伤亡 一定要久撤 好那你说游览车司机死在现场 不能久撤怎么办 抽血 要抽血 抽血去换算他的酒精浓度 所以换句话说 7月19就知道这个游览车司机 我们台湾人 他 酒后驾车 还去加油站买汽油重火 当天都查出来了 7月19就知道了啦 死这么多人 他不知道 你把我骗 好 7月19案发之后 大陆的家属从 东北 我记得很像是大连还是哪里的 东三省的朋友 千里迢迢跑来认识啊 家属 哭到不行啊 那我们这边也要展现我们的生意 我记得是180万人民币啊 好就综合各种的 补偿什么的 和解什么的 好 那请大陆的家属 节哀顺便 认领的大体 签了这个和解书之后 他们7月28号 最后一个家属回大陆了 7月28号回大陆之后 我们7月29号公布真相 啊你不是10天之前就知道了吗 你7月19就知道 是我们台湾的游览车司机重火 还久后开车啊 那你为什么7月29等陆克的家属都回去之后才公布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还在相信死法啊 啊你也好了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我要等到陆克的家属都领完了补偿金 签了和解书 大体都领回去 家属都离开台湾了 好都离开了 一个不胜都回大连了 桃园地检署就公布了 其实这个游览车司机 他当天是酒驾 还去汽油站买汽油重火 他7月29跟你公布啊 你对死法有信心 那我只能祝福你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就爱点你 UFO